水族馆里的白晶也太可爱了 饲养员来到水下后 白晶乖乖跟在他身边 接下来尚起有爱的一幕 直接饲养员戳着他的脑袋 白晶就吐起了泡泡 类似的节目表演 经常在水族馆上演 乖巧懂事的白晶会配合着饲养员 完成各种高难度表演 除了戳头吐泡泡 给他喂养气 白晶也会吐出泡泡 画面也是特别有趣 白晶的技能可不止局限于此 在游客面前挽起皮球 浮出水面 将球连连顶飞 看到饲养员过来 白晶更是炫技师的在他面前丢起皮球 结果饲养员突然把球拿走 放在岸边 这可难不倒白晶 直接白晶趁饲养员不注意 又将球给拿了回来 可害怕饲养员发现 他又乖乖放了回去 这样的白晶未免也太有灵性了吧 他们还会和小朋友们玩耍 你以为这是人们训练的 可白晶只是在用自己的方式 来表达对人类幼崽的喜爱 当然了 白晶也有自己调皮的一面 像是突然浮出水面 经常把前来围观的宝宝吓一大跳 看到了没 他们也有不让人省心的一面